舉起毛巾 生產身體 和服大逃殺路跑 在凱達格蘭大道熱烈開跑 信數千位民眾早起一同參加 小心 輻射怪獸就在你身後 穿著直拍輪 騎著電動車 輻射怪獸在民眾出發後 急起直追 讓民眾感受核災爆發的逼真情境 用我們核能怪的角色去模擬說 如果台灣的核能場真的爆炸 沒辦法跑超過那些核能的輻射的危害 血淋的面容配上痛苦的表情 挺著假肚子 扮演核災受害者的演員站在路旁 讓民眾看見輻射影響的可怕 它其實不是刻意要讓人覺得恐懼 或者是去恐嚇民眾 只是想要提醒民眾說 核災它所真正會造成的傷害 的確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變成僵屍這點還蠻好玩的 是對路跑有興趣的人 然後就是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也可以盡了解到 為什麼我們要反核這件事情 路跑尾聲民眾高舉 黃色反核不調 排出No New Now的對型 象徵反對核能的決心 今天就是反核的路跑 我覺得訴求很清楚 就是政府跟社會大眾能夠想出一個 除了核電以外的配套措施 不是單一 只是一個單一的解決方案 總幹單位巧思設計路跑 希望民眾在運動之餘 也能關心核能議題 核服路跑也為接下來的反核抗爭開了第一槍 記者陳玉麗、許家平、陳新輝 台北採訪活動 觀看 每月3日 看你 儘管 基本上 我會不斷 我會不斷 保険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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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